影響指數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市場雙方面影響 最重要是下星期 今天我看到報章也說了 螞蟻集團也不拒清單 還要加大估值 越來越貴 也說下星期會再衝關 港交所上市聆訊 但是應該是月底 就說剛剛跨著這個總統大選 不過這個也不是說認真太 總之負面的新聞已經出來了 不過估值還更加高 估值是誰比呢 是投資者比的 投資者願意比這麼高的估值 市場只有你說 最重要是前幾間公司 美國制裁而已 美國佔整體整個收入的螞蟻金服 螞蟻集團現在大約是 全國除了中國是95% 海外非中國是5% 美國在5%之內都不知道有沒有10%那麼多 所以在5%之中的10% 即是說是好笑好笑 1%都不夠 所以大家看清楚原來 估值是不會因為隨著美國反對 不過究竟美國那方面清單 是對投資者美國的基金 或者美國的保險人有沒有所謂的限制呢 但我覺得機會是不大 始終利益太大了 尤其螞蟻集團那幾個保險人 總共有五個主要保險人 有三個都是有四個 四個都是美資大機構來的 當然剛才你提到螞蟻集團那裡 我也想說多一點 因為它現在的估值有傳上調到2800億美金 當然也看到也帶動到阿里巴巴的走勢 水漲船高 但是見到阿里巴巴和騰訊 最近都叫做走勢不錯 但始終你剛才提到就是中美關係 而且都升到那麼高 阿里巴巴又快要300元 那見到其實會不會擔心 就是當螞蟻真的上市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衝了去買螞蟻 即是錢都淹了 是啦 那阿里巴巴這個媽媽的時候 其實那個股價真的會有些下跌的風險 之後我不敢說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看到現在阿里巴巴 始終都是一間公司 它除了是螞蟻集團 如果上市之後大約三成左右 但是其他的業務都是吸引力大的 不過就是譬如好像你說 就來雙十一節了 它的淘寶、天貓那些生意也是 也是另外高峰期出現 也都見到譬如有幾間證券行 譬如花旗 花旗是美國公司 已經將它的目標價到340元 即是它的340元 不是說螞蟻集團 是因為它自己覺得 所以我覺得 這個第四季度的業績和雙十一 那些生意非常之好 令到它的毛利率、淨利率都大幅增加 之後將它的目標價到340元 大部分現在是3300元 開始已經將它的目標價到340元 或者已經更加上 所以我覺得獨立地看阿里巴巴 除了你說當時是新股上市的時候 吸了一堆資金去 未必一定要沽售 但是你看到香港的資金真的充滿 在金管局結餘在銀行方面的體系 有3千億 現在由差不多幾百億到3千億 是這半年的事幹 就是說強方保證 很多資金集齊 其實多了資金 現在不是走進股市 是等候機會再買一隻螞蟻集團 或者申請螞蟻集團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金的分成 雖然說或者會令到大家的注目點 去到螞蟻集團 但是未必一定代表資金 被現貨要沽了 來抽這個新股 但之後第二市場 會不會有機會 螞蟻集團的吸引力大 令到其他商刑見絕有機會 但問題是這個短線的看法 但長線都要看 例如11月究竟大選之後 結果是怎樣 很多在第四季度的變數都幾大 不過不要緊 這個螞蟻集團 我覺得始終都是對香港港股來說 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尤其第二市場將會未來 成交額應該會大很多 還有市場衝勁 因為如果螞蟻集團成功上市的話 市值只是僅次於阿里巴巴和騰訊 但始終剛才提到 關係著美國總統大選 雖然可能比例上比較小 但例如螞蟻集團 最近又被美國這樣夾一夾 或者唱一些消息出來 各大市已經跌到這樣 再加上其實 阿里巴巴和騰訊本身 都叫做被美國政府 勒著勒著 有時微信支付又會有影響 還有今早都有消息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要求司法部等機構 調查中聯通亞762 在美國的業務 有沒有對當地國家的安全構成風險 還有有沒有受中國政府操控 現在很多不同的中資股 都被美國出招要去調查 其實一些中概股 或者在美國有業務的一些中資股 其實會不會都有些擔心呢 擔心就一定 怎樣擔心 都是無可避免的 例如你唯有計算在內 究竟他的生意模式 如果沒有美國 或者怎樣影響美國 就會少了多少 第二件事 就是如果美國這樣制裁 會不會影響全球的收入 這個我們一定不想的 譬如說他影響到美國生意 但影響到中國咖喱批 即是他給付費用的機會 現在譬如說淘寶 淘寶全球 不買淘寶 只是中國人買淘寶 現在連台灣都說不用 要關係 所以這又影響了多少 現在是有噪音 但實質的影響 中國佔這些中資機構 所有的業務的生意模式 是佔多少 例如你近期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因為剛剛前兩天 是在Nesdaq上市的 一個在中國的零售商店 我想你們在香港都有這個商店 但它大部分 九成九的生意 都是香港和中國 或者亞洲市場 但它的選擇在Nesdaq上市 所以市場都感覺到上市 但除非它真的連上市都會趕你走 或者它不讓你上市 那就為了有億 所以現在螞蟻集團選擇 就不在美國上市 但我有一點點覺得 為什麼綠金索 就在美國上市 這個反而是上市的地位 但最大的因素 再說兩句 最大的因素 就是美國雖然資本主義國家 它決定說所有美資不能買中資股 那就是最大的影響 是吧 美資的所有基金 在美國都不能買 那就會影響大些 但這個是會不會呢 如果基金少了機會去賺錢 都選人不利己 去哪個市場去買呢 這個我覺得它未必做到這一點 不過很快就知道了 因為競選的方法 現在已經無所不容其極 講到任何事情 到真的選到之後 又是另外一個景象 至於如果聽眾有關科技股 或者個別板塊股份 想請教綠叔 都可以繼續打來我們 熱線1872881 我們下一節說一下大家都很關心 今天星期的星市領頭藥 內銀股 考股專家 主持 陳詠璐 吳欣琦 881金融中心 令你心中有數 開創 由你率領 BMW全新5系 超過20項新車亮點 由頭尾燈設計 以至內籠造工 均帶來全新升級享受 新車備有Luxury及M Sport版本 令設520及530兩款引擎選擇 更可免費升級至Adaptive LED頭燈 及Harmon Kardon 16個喇叭環回音響 本週末起 親臨灣仔及土瓜環陳列室 一探全新5系的攝人魅力 你臉色那麼差 對 每個月都有點不妥 那很容易 食婦女調補良藥 天氣堂天氣丸就可以了 考股專家 主持 陳詠璐 吳欣琦 881金融中心熱線 1872881 熱線1872881 繼續開放 今個星期 恆生指數升了267點 升幅1.1% 尤其是國企指數 更加是跑贏恆生指數 升幅有3% 升到297點 99114點 當然升市的原因就是內銀股 見到在國子表現最好的頭五位裏面 有四隻都是內銀股 油柱銀行 農業銀行 中信銀行 和建設銀行 升幅都超過一成 其實我遇到一些股民 都在想 之前你們說不要買內銀 說讓利 賺不到錢 我就沒有買 但是 如果你上星期買的話 升月一成 陸叔叔 你怎樣回應他們 我覺得這樣 永遠都不知道 市場傳說 讓你這件事會解禁 這件事究竟是真還是假 都未知道 會不會真的宣佈出來 也不會知道 至多到時候 貴度的業績出來 才會 或者他們管理階層 會說 或者Statement方面 會說 但是這個是市場傳聞 也都已經將所有的銀行股 內銀股都反彈 尤其在所謂的大隻銀行 包括郵柱其實很大 雖然它不是籃籌成份股 它在國內都算做了一層大的股份 農業銀行是四大之一 不過它不是籃籌成份股 這意思 所以見到建行 也都是在籃籌成份股之中 都是大的 我們只是說國企 因為大部分內銀股 都在國企那方面 中信銀行也算是 大部分都是10% 剛才你問得很好 那些人說 下面的人不買 但你見到它 在7月份 真的是一個45度角的跌下來 大部分都是 例如建行 就算現在10%也好 都是比7月頭那個高 還是很低 接近6% 都差1元 就是20% 現在升了10% 都還是差20% 現在還沒有回到7月頭那個位 我經常說內銀 其實都是 雖然它收息 或者未必好像去年那樣高息 但現在 我講了兩個星期 但現在如果減派20%的息後 其實現在建行都受5厘以上的 3、9、8、8、中銀 都有6厘多 這些是支持得到 所以我叫大家 一定是不會沽 保持的 再新買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說 現在不是升了問題 一定會說 我買阿里巴巴好過 美團好過 這些銀行 這段時間好像升得很快 但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回補 因為很多外資 或者基金 是沽空了 是空倉了很多 是內銀股大隻的 因為它容易回補 所以現在回補的時候 就很快 未必一定是代表 現在大家已經 持倉增加很多 增加 我買入 除非它真的沒有了 內銀股 它就越正常 但我覺得 是回補 和大家覺得 對內銀股 沒有那麼負面的時候 大家去將它的比重 調較一些 但我覺得最壞的情況 我是說過 所有內銀股是過了的 讓利 我覺得未必一定 會這麼快說出來 但肯定對業績 起碼現在 所謂它自己的本土 中國的經濟增長這麼厲害 IMF都說了 現在中國將來 明年尤其佔了GDP的增長 接近兩成半 就是全球 比美國的11%還要多很多 證明中國經濟帶領全球 是一個復甦 所以要有復甦的跡象 你減值就不需要再加多 因為很多人對內銀股的減值 是有所偏差的 現在不需要減值這麼多 自然的股值會彈上來 所以這個我覺得 是沒有這麼負面 亦都開始變回正面 但如果你說 真是再追入 待會我們會 或者解答一兩隻 內銀股大家的想法 但我覺得這段時間 你說再增持 暫時來說 是一定不減持 但是就 繼續增持 真的還要考慮很多因素 還有很多大行 都看好內銀股 我覺得它是第三季業績改善 還有盈利上升 周期展開 所以其實是否像陸叔你所說 有錢有耐性 就可以繼續 但現在 到處都是錢 資金氾濫的時候 現在看 就是看你有沒有耐性 去拿著內銀股 另外下個星期 也要留意 星期一 內地就會公佈 第三季的GDP 還有他們的零售銷售 顧頭數據 現在看第一季 跌6.8% GDP方面 第二季 其實都已經回升了3.2% 觀望下下個星期一公佈的GDP 看看會不會叫做跑人大市 升了更加高的水平 帶動到市場 如果聽眾也有其他問題想請教陸叔 歡迎你繼續打來熱線 1872881 新聞之後接聽聽眾的電話 好 考古專家 主持 陳詠璐 五欣奇 881金融中心 令你心中有數 Smarttone加Ericsson 世界級5G 覆蓋至港 上午11點半 上Smarttone5G計劃 送1000元月費回贈 畫手機配件例圈 即上台吧 雷霆881 新聞報道 現在由高仲禮報道新聞 消息指本港新增藥 17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 事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本台節目說 用作 粵港澳通關的健康碼已經準備好 但何時推行仍然要和內地當局商討 要視乎疫情已定 被問導師家醫生流感疫苗出現短缺 陳肇始說 當局正是密切留意整體公認 如果有短缺會即時和藥廠商討 而澳門行政長官海一成就說 暫時未同任何國家或地區相宜建立旅遊氣泡 說目前很多歐洲國家推出新限制措施 開放外國旅客入境會造成壓力 他又說 日前在深圳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談到澳門的疫情 習近平關心並肯定澳門的防疫 但提醒全球多地疫情持續 澳門要嚴防下一波疫情發生 海一成有強調 明年現金分享計劃會繼續 因為政府庫房緊張 金額不會增加但也不會縮水 基督教服務處去年11月至今年3月訪問157個 正是使用青年、長者或康復等服務的照顧者 過半人是因為家庭角色和傳統觀念 而擔起照顧者角色 近四分一人是表示在照顧過程中出現罪咎感 調查機構說社會普遍認為 照顧者要細心、有耐性、甚至十項全能 但不少照顧者因為自己未夠稱職而有罪咎感 罪咎情緒越高越難投入正常生活 長遠對照顧者身心造成壓力 機構建議政府檢視現有的照顧者支援服務 建立機制確認照顧者的技能 作為行業聘用時的參考 同時加強宣傳關懷照顧者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日前表示 板藍根有效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之後 廣州多間藥店的板藍根斷貨 內地傳媒說 鍾南山提及的白雲山、福芳、板藍根、火粒是最暢銷 有藥店一日之內賣了37包 不少民眾說是指名要這一款產品 有網購平台顯示白雲山、福芳、板藍根在廣州地區已經沒有貨 亦有店家說由於未知何時才補貨 建議民眾買其他牌子的板藍根 2003年沙士時廣東亦流傳原本用作清熱解毒 對付感冒症狀的板藍根有效治療肺炎 一度引起搶救潮 歐洲疫情升溫 意大利24小時之內 新增超過一萬宗的新型冠狀病毒個案創單日新高 再多55人不治 雖然死亡個案較高峰期大幅減少 但轉介深切治療部的個案增多 總理和多名的內閣成員將會開會 討論將一步收緊限制措施 這節新聞報導完 天氣報告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是大致天情同乾燥吹 吹和換至清淨北至東北風 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 指貌未來數日大致天情同乾燥早晚少量 內陸地區日夜溫測較大 火張的險警告是黃色 氣溫27度相對濕度66% 繼續有河發能時間 如果你說搞得成 你要一直保持著香港、新加坡的疫情 不會有甚麼大的轉變 我覺得有一些尷尬的位置 可能大家要有心來準備 要特定的航班 預約了位置、買了機器 林菲之前兩、三天 突然間不知道哪一天 由新加坡或香港 雙位數字確診還元首分明 接著又延續幾天雙位數字 但是過兩天之後才會飛 那要不停 我覺得去談細節的時候 雙方的政府就要去想一想 否則就算雙方政府同意飛 你買了機票的話 他就有15、16人 又不理會這樣去 又怕這件事,怕那件事 郭志仁、陳聰、楊樂生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雷霆881 雷霆881馬路的士交通消息 緊接全港路面半里左右 早上時間11點34分 又錄出來看回你 東區走廊去中環 方向近和府中心 有交通意外 龍尾街東港中心 最後緊記安全聲速 時送日水 有喜歡的歌 就有小確幸 我說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 還是問題不在誰認錯 錯在那不該做的 卻一直走 該說的沒 可以說這首歌 我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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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追求 我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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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維峰的歌 江維峰 陪着你永不分离 擦持演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不变 怎么算幸福 Good times Good times in blue 来晚空在心海里 灵感着半心不虑 前方去路 全星人落 及你 每把独特的声音 每个触动心灵的人生故事 还你知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快乐 走向幸福 江维峰 陈其轩 接收快乐能量 传递幸福声音 星期一晚上10点半至11点 怎么算幸福 怎么算幸福 由幸福全星基金会 跟你谈谈计计计计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 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 孕妇 儿童 资章人士 领取商残津贴人士 和部分中援受载人 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 接种流感疫苗 支助额还提高到每剂240元 长城可浏览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考古专家 主持陈永禄 五一期881金融中心热线 1872-881 好,来到接听听众电话的时间 一来当然先听听新科技股 阿里巴巴昨天去到全日最高位收时 收报294元 当然和早两天的高位 其实都是差4元 即298元 电话旁边有彭女士 想问一下阿里巴巴的 早晨,彭女士 早晨 早晨,两位主持人 你好,彭女士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本身有六艘阿里巴巴 是 一些是$201元 一些是$242元 平均一半一半 好,OK 那我想问一下 我不知道是多少钱获利还是长渣 即是指账位还是哪里好 是的,指示和指账位 我其实是可以放长一点都可以的 你的心态是这样 我看见到$210元 你买两手 我当你 三手 平均一半一半 六手 平均一半一半 你六手 三手三手 即是说你$210元 那时候买算多好 很早买 我不知道到时候 你哪个时候买 就会上上落落 那之后$240多元 又再追上 那当然想着看好先 就是再升上来 追货就应该是最好的 你之后前一段去到$292元 就再跌下来 上两个月有个跌浪出现的 跌下去差不多$260多元 那再上 那你都没有被客人走 你觉得自己都是一个长渣 即是会有信心啊 对了 现在去到这些水平$290多元 那天就$297 那马上就因为被美国 下下又跌下来 但是他昨天又上了 即是银力高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见到蚂蚁集团的估值越来越高 对他来说是有帮助 大家不是说究竟是盲目地追 但是因为他始终 不要说蚂蚁集团的问题 他自己本身阿里巴巴的业务 确实令人有新的证券行 出一些报告 只是本身没有提到蚂蚁集团 他自己本身的业务 都非常之好 长渣机 也都是长渣机会了 如果你说他在香港上帝上市 都是去年的事 是吧 去年这167元上到现在已经是超过 可以说差不多接近升了不够一倍了 已经八成左右了 是吧 一年都会比较轻松一点 是吧 所以变成我觉得他的业绩一直是给到 他如果你说人家乱炒 炒高市领率 他市领率比700腾讯 是吧 他都是30倍左右 以这样的高速增长的话 所以我觉得长渣是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你因为你手上的210元 那你 是啊 我可不可以先获利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 不是全部获利了 我仍然都是那一句 我在这里整天教人 我自己都是这样做的 一手一手 或者两手两手 分段估卒 那就是说获利了先 如果你说我290元 或者去到230元 我先沽了两手 再上 你觉得很惨 我沽了低位 其实不是 那你分段沽出 还有你还有4手 4手上的320元 又再沽两手 340元又再沽两手 或者有两手 原来获利也挺多的 手上计算出来 剩下那两手的成本很低 收回100元或者几十元 那你可否可以等久一点 或者长线投资 我第一两手是多少钱沽好 我觉得你290多元 就300元 就任何时你可以沽两手 你即使沽寒就不好了 你说星期一 就好个股价 290、97、96元 你先沽一手 先带下发 先来一下下袋 先开吞自己高兴 先去看 千万 卖了就千万不要 哎呀 知道不坏 不是吧 不用有这样的心意 是永远的 但总体来说 你的觉得 覺得我還有五手,我還有四手,我還有三手 這樣的心理,你就永遠可以代錢落代 記住,好嗎? 彭小姐就要自己持有指站位 另外一些新科技股、新經濟股 都可以看看,861神州控股 其實它近來的走勢都挺移動 而且成交挺高 全天上午跌了6% 下午又升了2% 這些走勢都挺波動 電話旁邊有黃小姐想問一下這個股份 黃小姐 黃小姐 早晨兩位你好,到來身體健康兩位 我想問你,因為那時我聽過你的本台推介過861 我有一手是5.9毫半 有兩手是6.9毫九 平均價 6.9毫九這麼高? 不是,5.9毫升 平均價是6.4毫半 我算過了 但它現在跌了下來 我用不用指示 或者擺場機會 會不會到我家鄉 或者甚至乎有錢賺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呢? 我想問吧,老師 是的,我覺得買股票 就是看看我們推介 我們就解釋一下它在做什麼 好,好,謝謝 我們解釋了很多次 為什麼這次剛才Vinny提過 有一個異仗、有一個異動呢? 為什麼成交這麼大呢? 我查過手上,看看它的所謂花紙 即是買賣 我看到有一部分有些大的成交出來 我覺得它們在換股東 因為有些大股東基金是在吸貨 大股東是在沽貨 但是,為什麼要換呢?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看到所有大的科技股 由開始長大的時候 你會發覺大股東減持的機會很大 你看到700騰訊 馬化騰,你看它現在不夠10% 阿里巴巴、馬雲,它很少的持有 大部分都是基金省的持有 大股東控制很少 所有的新經濟股份都是這樣 但是,唯獨這隻大股東 即是國企,即是一間廣州的公司 電信公司,持有30% 所以似乎由基金上馬 不如拿些貨出來,我們幫你炸 這是我純粹推測的 所以你看到過去幾天 都是6個多人錢 有大手轉版 開始沽下來 大家看到這麼大成交 有大手沽貨,沽下來 之後有些基金開始在這裡接 市場我想應該在… 如果我大圍一點 在五個半至六個半中間轉手 轉一段時間 所以這陣子股價就動都不動的 下兩個星期它會第三季業績出來 即是那個業績我會充分看好 不是那些基金不會盡量吸貨 但是基金一定不會幫你追上去 反正看到大股東會沽貨了 為什麼我不等呢 在市場跟你搞對手 在5元或者6元的平均價 吸納你 2-3%也好 我想這段時間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過不用怕 基本因素是沒有變動 不是大股東減次 是代表體差的 但是大股東始終都有一兩個大股東 都會希望 是由30幾%減次到大約29.9% 令到它持股量 起碼基金 即是減回這隻貨 令到時候 即是所謂科技股 比較股東的結構 是健康很多的 所以這個是我純粹自己推測 所以我最後給你一個結論 你都想聽這件事 可以接著它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貨 如果真的有機會5.5.6元 這些可以中長線吸納的 好嗎 5.5元 其他未有貨的聽眾 可以密切留意這隻股份 另外新經濟股 當然要講一下小米 今個星期升了一成 前一陣子見到低位跌穿20元之後 三下兩背就想回到23元樓上 電話旁邊黃小姐都想問一下小米 早晨黃小姐 早晨黃小姐 早晨 你好 毒素 我22元就買了小米 我下個月就等錢用 我現在用不用出了它 因為我又怕跌下去20元 你22元是何時買的 買上過去26元沒有 是嗎 是嗎 上過去最高27元我沒有上去 26.9元 那時候你22元買 你看它三排兩背 兩三日已經上去27元 我記得22元上去26.9元後 是兩日還是三日的時間 是啊 因為我打算他上到30元的貨幣 但是你手上的貨 你打算下個月你要用錢嗎 你是所有的 你手上持有的 我不知道你多少 也不需要告訴我們 你都要沽清 還是怎樣呢 是啊 都要沽清 如果你真的需要用錢沽清的話 你要好看現在23元 他現在這兩天都做得不錯 但我怕上去的阻力都很大 這次23元一行偶業 上次副主席沽貨出來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水平 當然低一點 我覺得他沽了出來的部分 散了股份 會不會有機會去到23、24元 這些會是獲利都不定 所以你要慎房 不如你的情況 我幫你拿主意 告訴你 只賺位 如果這次真是 上去就沒有所謂 你可以分段沽出就行了 24、25元沽出就行了 但如果這次真是再跌下來 穿回22元 你就全部走光 當沒有賺過也好 或者22、22、23元 除了你建立一個防護網 因為始終你都不再等得來 你一定要用錢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放一個 只賺位或者沒有賺沒事 或者只賺少少的位置 防止你到時下跌 穿回21元 你又要等待 如果你不能等 你強行洩出來 就很無人 不如索性 是的 這次你薄薄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湧上去 湧上去 你就逐點逐點 套現 或者套現 賺一、兩元 但是如果下跌下來 也都是沒有賺沒有蝕 那你就先走了 好嗎 那就先套現 好嗎 OK 好 多謝黃小姐的電話 另外不如說一下港交所 因為其實之前都叫做衝敬螞蟻上市 其實都帶動到三百八港交所的股價 近期的走勢都保持在360至380多元左右上落 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想問一下港交所 早晨李先生 李先生 早晨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我想問一下港交所 我們持有很久的一萬股 但是習大帶來深圳說 但是金融市場說會轉向國內深圳那邊法治 他真的有這樣說過嗎 是啊 他好像有心這樣說 如果長遠來計算港交所 因為港交所是有贏沒有輸的 讀市生意 如果大陸現在中概股說要不回香港 很多人要回大陸 香港就說你成交而去增長而已 未來幾年 因為我不會說現在 未來幾年港交所是不是有點危機 我覺得你的危機感是有存在永遠是好的 炒股票永遠是投資股票的危機感 香港的危機感是否做到金融的市場都是難搞呢 如果你說大家怕中美 或者怕中美 我剛才所說的最極端就是 美國所有的資金都不准買中國股票 無論是香港或者國內也好 國內也不能去 香港也不能去 他怎會去國內 深圳也好 現在深圳和上海都有交易市場 上海的交易市場還大大很多 初創版都是上海 深圳是 深圳是否取代香港 我覺得未必 這個我肯定的 這十年八年一定不會這樣做 因為大家所謂的法制都不同 還有自由的 除非人民幣 如果一天自由浮動 國際化 國際化 那就難說 但是否則 我覺得香港的市場都是有基本價值的 港交所你開了這麼久 你這樣看法你有這麼危機感是對的 但是你手上140元 140元 其實你開了這麼久都這麼有信心 現在300多元 賺了200元 那你說 如果你手上 這樣的話 你現在 我不知道你欠了多少 其實如果沽了一半出來 其實只剩下一半都不用半 你不如索性 如果你害怕的話 或者有少少害怕 你就沽出 四分之一 然後一半 然後沽了之後 剩下的那些 是完全不用本錢的話 那你就看 我便賭 好 香港暫時來說 港交所一定是穩如泰山的 和上高國內 深圳是有自己 但是深圳始終是一個科技中心 那麼久 深圳的股市沒有上海那麼好 那些人都去上海上市 或者在香港上市 整體來說 我覺得暫時不會再改變 那你手上的情況下 你只剩下賺的錢 你跟他賭一賭 好嗎 所以李先生也不需要太擔心 這個時候 我們也休息一會 下一節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一家人和寶寶購物 很多東西拿 Lexus熱賣SUV NX 空間充裕 還配備多項豪華及安全設備 包括腳踢感應電尾門 Keyless LSS Plus 主動式安全系統 和Apple CarPlay等 全面照顧你和家人的需要 Lexus NX現貨折扣3萬 只售459萬喜 有小朋友的你 還有額外財務及保險優惠 兼向嬰兒用品禮券和油券 總值高達5000 立即親臨Lexus陳列室體驗更多 加德士在想卡會員優惠又來了 今天憑卡入特配TEC群氣油 每公升降兩個落 登記在想前計劃 獨家專項免費過隧道優惠 快點來加德士體驗創紀錄的 憑拜動吧 加德士讓你享受每段路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雷霆八百一以即時新聞生活資訊 與港鐵接軌 貫通地上地下 連繫社區 關心你生活的每一情 考古專家 主持陳詠璐 五欣期 881金融中心熱線 1872881 好,繼續接聽聽送電話 譬如看看A股ETF 因為最近其實都比較少說 雖然今個星期 上證指數走勢弱一點 跌了1.9% 但是2822南方A50 昨天創了52周高位 17.89 電話旁邊有邵女士 想問一下這隻股份 早安 邵女士 早安,兩位展示人 你好 我想問一下2822 我開了五年 是14個半買的 但是現在我想問一下六叔 可以上網多少去支站呢 麻煩六叔 14個多人錢 就開了很久了 7月份的時候 14個多人錢 就曾經飆升過17元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兩三天之後 A股也升得好 港股也升得好 記住A50 2822有好 2823有好 282 我再說一下 南方東櫻 他手上的五十隻 很多都是金融類股份 尤其保險和內銀股都很激 所以這次內銀股一升 他就跟著升 上一次也是這樣 但是上一次又跌下來 16元之後就上 這次很有趣 A股未創新高 未創過7月的時候的高位 未穿的 但是這次的2823 2822 已經過了7月份的高位 很奇怪 很多人說 A股的上證指數還差200點 那天那次 就是因為裡面的情況不同 裡面有很多金融類股份 升得很快 很多 即是比起7月份的時候 那些已經差不多到那個水平 所以他們走先 ETF通常都會好像走先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 你這次有14個多人 我仍然都是 暫時來說 最壞的情況 是慢慢改善了 尤其內銀、內險、股份 你可以先持有一些 先拿著放紫妖 我覺得222應該還可以 記住現在有日價 它會有機會慢慢追平 變成沒有日價或者折讓都不行 所以到它開始 17、18元不升的話 你就開始要慢慢獲利 你拿了這麼久 現在有3、4元獲利 我覺得都可以 不過就是那句 如果你不想沽了 那你分段沽出 都可以 或者指賺位 如果今次再跌穿 全部跌穿了16元 或者是15.8元 全部走光 也都可以這樣做 好嗎? 好,多謝少女士的電話 另外剛才提到 A股ETF裡面 很多內銀股 不如說說內銀股 939建設銀行 昨天升了超過半成 收報5.56 電話旁邊有陳女士在 早晨,陳女士 陳女士 早晨,律師 你好 你好 建行買了很多電子 5個多 有6個機 現在是否繼續 剛才聽你說的 有錢可以守住 我現在也是有 不過我現在 又買了金帽 817 不知道你可否回答我 買了金什麼 金帽 817 哦 哦哦 即是你兩隻不同的股份 六個幼紅酒買了 現在不知怎麼辦 走也不捨得 我都不捨 哦 中國金帽817 817是嗎 是 哦 即是你兩隻不同 一隻內房 一隻內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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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內銀 你自己手上已經有的話 如果你說五個多 六個多 你平均 你拿了很久 你收息也收不少 我當現在差不多五個半 你的平均價 或者五元 連息口五元平均價 我剛才所說 你股票 尤其內銀 你說再增持 我就覺得暫時來說不必 手上有的 所有的聽眾都是的 現在應該最壞的情況過了 我覺得不會再跌穿五元 你可以這段時間繼續持有 持有 我覺得平均 如果這次 如果到11月 業績出來的話 第三季度 原來發覺真的好 比第二季度差很遠 撥備又不需要太多 和讓利方面 原來真的減少了 所以我覺得持有 是939應該沒問題 這次應該有機會 試回6元上的水平 繼續拿著 好嗎 多謝陳女士的電話 時間也差不多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